鹦鹉 鹦鹉 鹰刑牧俗稱鹸鹉,學名 Cytosiformis,英文,Parrot,在动物分类学上是鸟缸,Avis,中的一个木。 本木分为四个棵,约有101属410种物种。 据统计,鹰形木下约有三分之一的物种,濒临绝种。 聪明的鹦鹉 根据一些科学家对鹦鹉进行的一些智力测验和观察, 我们可以大致估计鹦鹉的智商范围。 一般认为,鹦鹉的智商大约相当于3到5岁的人类儿童。 但是,在某些方面,鹦鹉可能会表现出更高的智力水平, 甚至超过一些哺乳动物。 驼门能够数数,并且能够理解无字或零字的概念。 有些鹦鹉甚至能够进行简单的加减法。 驼门亦能够辨别不同的形状、颜色、材料等, 并且能够按照这些特征进行分类和排序。 驼门又能够使用工具,并且能够创造和改造工具。 例如,有些鹦鹉会用树枝或金属线来掉食物或玩具。 驼门也能够自我认知,并且能够理解镜中的影像是自己。 有些鹦鹉甚至会在镜子前整理自己的羽毛,或做出各种姿势。 驼门亦懂得表达情绪,并且能够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绪。 另外,亦有些鹦鹉会用语言或行为来表示喜怒哀乐,甚至会安慰或捉弄他人。 没有声带也能够说话。 鹦鹉为什么会说话? 其实,秘密就在于他特殊的生理构造,鸣管和舌头。 一般的鸟儿能够发出不同频率,高低的声音。 那是因为当气流进入鸣管后随着鸣管壁的震产而发出不同的声音。 而鹦鹉的发声器官除了具备最基本的鸟类特征之外,其构造比一般的鸟儿更加完善。 在鹦鹉的鸣管中,有四五对调节鸣管管径,声率,张力的特殊肌肉鸣鸡。 在神经系统的控制下,鸣鸡收缩或松弛,从而发出鸣叫声。 而且,鹦鹉的舌头非常发达,跟人类一样。 圆滑而肥厚柔软,形状也与人的舌头非常相似,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标准的发声条件。 鹦鹉便可以发出一些简单但准确清晰的音节了。 鹦鹉学蛇 鹦鹉学蛇是指一些鸟类可以模仿人类语言,会学蛇的鸟类所能掌握的词语程度不同。 例如,乌鸦虽然很聪明,但只会个别词语,而非洲灰鹦鹉大概可以学蛇两千个词语。 而关于鹦鹉是否可以和人对话交流的研究上,最知名的首推非洲灰鹦鹉。 艾琳,派波伯格,Erin Peiperberg,博士与非洲灰鹦鹉艾丽丝,艾丽丝,经过三十年的训练与实验,证明了若是能让灰鹦鹉了解单字所代表的意义,是可以和鹦鹉进行对话交流的。 艾丽丝于2007年9月6日过世,享年31岁,托对艾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See you tomorrow, you'll be good, I love you,明天见,你保重,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祗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